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婉杰 首先带你来关心的是受到强政的影响 位在花莲市中正路上的蓝天立池饭店 经过花莲县政府评估恐有倾倒的危险 从26号下午4点开始 在周边的道路进行预警性的封闭 要准备做拆除的作业 而为了安全起见 也请乡亲们配合能够改到通行 花莲市中正路上的蓝天立池饭店 外围搭起了高高的硬架围离 在0403强震过后来不及进行整修 接连遇到0423地震 导致饭店结构受到严重的损伤 支柱上水泥大面积崩落 里头的钢筋硬生生裸露在外 就怕有安全疑虑 厂商紧急调派钢梁进行支撑 26号下午 花莲县政府派员到场评估 认为恐怕会有倾倒的危险 因此从下午3点开始 陆续在周边道路进行预警性的封闭 要准备拆除作业 蓝天立池这一栋 我们经过紧急评估 账贴红单 它受损的状况是 在0423的 6.3的规模的余震之后 受损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担心它会影响公共安全 所以目前是要排定 去做一些强制拆除 大概明天开始先清查周边公共设施 可以先移除的先移除 那还要请台电帮我们做断电 那另外可能还会再做一些 这个土方的甜土 那预计快的话 我们大概是后天 会开始进场来拆除 华联市区目前有多处 正在进行建物拆除作业 部分路段进行管制封闭 请民众留意配合改道 以免耽误宝贵时间 这也许立群华联市报道